朋友们大家好 首先祝大家春节快乐 最近很多人问我 Ontario新开的 低持有成本的 全新的小独栋社区 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我是在洛杉矶座房产的Chris Liu 大家可以边看我拍的视频 边听我介绍这个社区 首先先说一下 这个社区的持有成本 它的地税就是1.1% 这个基本上是加州最低的 然后它的HOA是153一个月 整个这个社区 一共是有92栋房子 带一个泳池会所 总共是分三个户型 从三房到四房 从1460多尺到1900多尺 这样的一个不等的 它都是两层的 两车位的标准车库 都是左右车位的 现在我站的地方 就是它最大的户型 也就是它四房的户型 它最小的户型 三房是61.5万目前 然后还有一个大200尺的三房 就1680尺的三房 是63.5 还有现在我站的这个四房 1955尺的 这个是66.57 三房跟四房的区别呢 就是四房在一楼多一个卧室 咱们看视频里这个户型呢 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 就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个设计 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 但是这个楼盘呢 它盛在在安大略这个地区呢 极少有这种低持有成本的新房 这个是它最大的亮点 而且呢 它所在的位置交通方便 旁边还有一所学校 但并不是好学区 所以呢 用来自住过渡一下 或者是出租是比较好的选择 更多的问题呢 可以看我的朋友圈 或者单独来问我 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 咱们下次接着聊